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次前提调法的时候 我习惯性的找到患者家属 想了解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 家属没说完我就知道了 这是最头疼的类型 因为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 那种情况基本算是没办法解决 只能看运气 很悲哀 跟他闲聊了一阵 我觉得老太太脑子挺清醒 精神也还好 不过有时候说话会语度无伦似 我说 阿姨最近气色好多了 她笑了 人都知岁数了 也不好看了 气色再不好 那不成老巫婆了 叔叔去年的病好些没 好多了 好多了 在医院那站把我急的 我岁数大了 身体不行 也经不起折腾 但又放不起啊 不过好在没事了 她恢复多了 但是经常气短 现在在屋里歇着呢 我往空荡荡的内屋 瞟了一眼 没事 文桃忙 就让我来替她看看你 顺便把东西送过来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事情多 现在压力那么大 他们几个最近回来特别轻 估计是不放心 我们老两口 其实都好着呢 你们忙 你们的 抽空来玩玩 我们就挺高兴的 阿姨 我问您件事 您还记得去年这个时间 你在做什么吗 老太太自己嘀咕着 皱着眉 仔细的想 她狐疑的看着我 去年 这个时候 应该是接你叔叔出院了 但是后面的事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去年什么时候出院的 五月初啊 五月初 就是家属 说他们夫妻去世的时候 家属几天前的描述 是这样的 我爸是去年去世的 我们都很难过 最难过的 就是我妈 好几次 差点也哭晕过去了 这一年来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 都经常带着老孩子 回去陪她 可老太太 一直都没怎么缓过来 老师说着说着 眼圈就红了 前几天我又回去了 开门的时候 我觉得我妈气色特别好 我还挺高兴 但是进门后 我们都吓坏了 我爸的遗像给撤了 他用的茶杯还摆着 我妈还叫我 陪我爸聊天 他做饭 我们看遍了 家里就我妈一人 我们怎么说 他都跟听不见似的 吃饭的时候 桌上 始终摆着一副 多余的网关 我妈还不停地 往里面夹菜 对着那个 空的座位说话 后来 我问了好多人 都说我爸的魂 回来缠着我妈 我们不信 老两口感情一直很好 当年一起留的学 一起回的国 后来又一起爱披斗 虽说日常伴嘴也有 但是绝对没有大矛盾 都那么多年了 我怀疑 我妈是接受不了现实 精神上出了点问题 于是 在家属委托下 我去了患者家 我说 对啊 去年的现在 六月份 你想不起来 再做什么了吗 他想了一副 或 一脸恍然大不得表情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去年 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 那阵 我们忙着说 找老同事 办个小聚会 结果 他身体还是太虚了 没办 那您打电话 给老同事们 取消聚会了吗 我哪顾得上呢 就照顾他了 所以 我让大儿子打的 我说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这一年 我就照顾他了 每天都是这事 想不起来了 我就说 我急性怎么突然差了 我沉重地看着他 不知道怎么开口 家里的摆设 都是两个人用的生活器具 杯子 拖鞋 老花镜 他宽慰地看着我 我没事 这些年 我身体很好 现在照顾他 也算还人情了 当年 在国外留学 我水土不服 都是他伺候我 我还特感动呢 没想到 还这时候来要债了 聊了好一会儿 他很自然地认为 丈夫还活着 我尝试说明 但既没有好的时机 也没任性开口 后来老太太说 今年41周年 结婚纪念日 不打算请人 自己家人一起过 我问他 阿姨 最近夜里 您睡得好吗 还行啊 最近都挺好的 一觉到天亮 平时我神经衰弱 有点动静就醒了 那叔叔呢 他还是那个样子 雷打不动的拙 睡到天亮 最近也不半夜起来看书 倒是不会吵到我了 他的一些书 这些天我找不到了 忘在医院了吗 医院 叔叔跟您说话吗 说啊 慢跳丝里的 一句话的功夫 都够我烧开一壶水了 对了 我去给他蓄上水啊 你等一下 嗯 我能看看吗 他站起身 好啊 来吧 他习惯在我室那大椅子那儿 我跟着他进去了 他所说的那把大椅子 让空荡荡的 椅子靠背上 放了一件外套 一本书 他对着空椅子介绍我 然后看着椅子 开始说一些生活琐事 场面很诡异 于是我慢慢地退了出去 这种老实的两起居室 就两个房子 加一个很小的门厅 我只能回另一个房间 我留意到 老太太刚才坐过的椅子旁边 放了厚厚一叠卡片 随手拿起来翻了翻 看样子 都是老两口这些年互赠的 生日 新年 春节 结婚今年日 等等 就在我准备放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最上面那张 落款日期是去年写的 卡片上的字迹 捐秀 清理 看来是老太太 看过后 我把那张卡片 私自收了起来 当老太太 从屋里出来的时候 我改主意了 闲聊了几句之后 起声告辞 几天之后 患者的主治医师 约了患者家属 尽可能把他们都找到一起 而我客观地说了 所有情况和我的判断后 告诉他们我的想法 是否入院治疗的问题 我希望他们再考虑 我个人推荐以休养为主 然后把那张卡片还给了他们 几个人传看后 都沉默了 吃点了点头 当晚在家 我找出笔记本 又看了一遍 我从卡片上抄下的那段文字 自从 我沉迷在逻辑分析 与理性辨析后 从未觉得 情感 竟然是如此的重要 我觉得情感很渺小 既不辉煌 也不壮备 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 但是 却让我动了 我也知道 这篇看起来很枯燥 很平淡 没有玄妙的世界 和异彩分成的思想 但是我依旧 偏执地尝试 用我拙劣的文字 以及匮乏的词枣 任性地写下这一篇 仅以此 来纪念那位老人 真挚的情感 并以卡片上的那段文字 作为这一篇的结尾 指尖的戒指 早已不再闪亮 婚纱在衣柜 早就成风 我们的容颜 都已慢慢地蹭牢 但那份心情 却依旧 没有改变 感谢你 带给我的每一天 正是因为你 我才有勇气说 永远 永远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S先生满间电台之 天才在左 风子在右 更多详情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S先生的夏天 我们明晚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